今天我们出门去看看那个药店开门了没有 然后买一些口罩啊 酒精消毒液啊 这样的一些必备的物资 然后我自己还带了一个这个酒精消毒液 以便我进家门的时候 把自己削一遍毒 你好 请问那个口罩能够买到吗 可以啊 这个是有那个封条的 然后可以把它按下去的是吧 这个是多少钱呢 这个1块5一个 1块5一个是吧 这1盒多少钱 1盒50至75 几乎每一个进药店的人 都要问一下有没有口罩 然后这个药店 基本上是有口罩在售卖的 酒精啊干嘛的 有的人买好多 因为有的人你有多少 他就给你买多少 我们上一家药店是 只有那个无纺布的那个口罩 我们看一下这家药店里面 有没有那个N95的口罩 和一些消毒液啊 这样一些必须的一些物资 那个口罩有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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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消毒液呢 没有了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口罩和那个酒精还有吗 我们正在努力背后当中 我想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网上建议的那个奥斯维他那个药物 奥斯他维是吧 那个药物我们这里有吗 暂时没有 但是我们也都是在紧急背后当中 这个也是限购的 对 肯定要限购 那只要在限购的同时的话 才能够保证下一个买了才能有 其他的顾客都能买得到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众可以就是说 可以理性购物 购用就行了 并不是说一定要买个十个八个囤价 你放的只会过期 不需要囤货 对对对 你好 请问我们药店里面有那个口罩和酒精售卖吗 口罩的话这算是还没有购 公司马上就要送货来的 大概几天呢 这几天都在送货 但是我们公司总是在断营 那边可能还说有点购买 这是一家比较大一点的药店 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必备的物资 我们看到这家药店 它是有这个口罩在售卖的 然后我们的居民也在排队有序的购买 现在那个口罩是限购吗 是一包 限购一包 限购一包是吧 一包里面有多少个啊 有十个 单独包装的 十个是吧 对对对 十二块钱就是一块多一个 昨天送过来的这是 昨天送过来的是吧 昨天老板亲自开车子送过来的 之前是没有的 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居民的购买 对对对 谢谢你 我们今天探访了多家药店 发现口罩这些物资 还是能够以正常的价格购买到的 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不理性的消费 比如说囤积一些口罩啊 消毒液啊这样物质的这个消费者 我们还是在这里呼吁一下 合理的购买 让其他的市民也能够正常的买到 口罩 消毒液啊这样一些急需的物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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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